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鱼 我们来看一下8月23号的运势 对十二星座的影响 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牡羊座 牡羊座呢今天一整天都会得到支持 不管是在工作上是得到长官的主管的支持 还是在生活上得到长辈的专业人士的支持 总之因为这样的支持呢 你在工作上有了新的创意 你在生活上有了更好的发展和成长 第二名射手座 射手座呢今天想到就能做到 这对射手座来说是最自由的一天了 有了新的想法就有利于你新的发展 特别在财务上面你可以感受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这也让你觉得今天太幸运了吧 第三名巨蟹座 巨蟹座今天在合作上面很有动力 因为在合作上你发现了新的方法 或者说有更好的合作伙伴 所以在合作的动力上面就大大的加分 当然在感情方面 你们会中间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会非常的紧密哦 你们之间的契合和互相想要为对方付出的心是很棒的 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新作 第一名摩羯座 摩羯座对于目标的设立呢 你要更实际一点 最近我缺少什么或说我的哪些目标是真的可以确立的 哪些目标可能是后面两三步的事了 不是今天的事 那么我们就要看自己的能力 看自己的精力 看自己的资源 再去确定目标就好 第二名处女座 处女座今天要制定一些关于收入的策略 因为呢有一些收入不是说你想要它就可以得来的 因为你需要一些长期的铺垫 或者说你需要有一些人的支援 但是这些人呢你要怎么说服他们 这就是需要策略需要规划了 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制定一些策略和决定 我相信对你的发展有帮助 第三名金牛座 金牛座今天很可能有跟国外事务有关的 跟教育事务有关 或者说你很可能是要去出国的 不管你是去出差还是去玩 或者说要结合更多不一样的文化领域 今天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分开 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就不要想太多的生活 而如果你在生活的时候就要吸服 就不要想说我要更精进 我需要更努力我才能更好 不要想那么多 当然如果你有另外一半 或是暧昧对象去谈个恋爱吧 它可以改变你的心态 真的恋爱可以让你的心更有色彩 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心态上多做尝试 就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今天要一起加油哦